湖北隋州隋县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将冬季料荒的地块集中托管增加了冬种面积 在湖北隋县梅秋村 小麦调波机正在地里作业 今年村里的冬咸田全部实践托管 采取机械调制波的方式 一次性完成悬耕施肥播种等工序 种上了优质小麦 这样有效地降低了头地刨荒的这种现象 预计小麦种植比上年要成30%左右 隋县属于丘陵山区 田块小耕地分散 一些农民不愿意在冬季耕种 于是出现了季节性撂荒现象 今年隋县汇集重粮能手 机械好手 大力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联合社 为农户提供托管服务 截至目前 全县小麦播种进度达到70%